最後一個要教的是 鹽類 鹽類 第一個是什麼叫鹽 金屬加非金屬的化合物 金屬跟非金屬的化合物 金屬可以用鞍根 鞍是金之邊 所以像金屬一樣正離子 所以叫鞍根 或者非金屬可以用酸根取代 所以呢就這樣湊 所以金屬加非金屬 氯化鈉 OK 然後鞍根加非金屬 氯化鞍 所以叫做所謂的鹽類 裡面就是金屬跟非金屬的化合物 金屬可以改用鞍根 非金屬可以改用酸根 比如說硫酸幹 之類的 OK 好 叫鹽類 那 什麼方法可以做鹽類 我當初在脖子講兩個 脖子講兩個 但是其實後面兩個都不重要 就是第一個最重要 酸鹼中耳 酸加鹼產生鹽加水 就是這個重要 其他兩個都不太重要 但是都教過的 一個叫做 國性大金屬加西酸產生 心氣 另外一個是鹽類 對 另外一個是鹽類 另外一個是教過的 西酸跟碳酸鹽 還是會有個鹽類 還是會有個鹽類 OK 這個 我國耳我只教前兩個 這真的沒有講 這也沒關係 重要 第一個就比較重要 OK 鹽類 好 鹽類 基本上種類伴多 所以基本上沒有空隙 沒有什麼所有的鹽都怎樣怎樣怎樣 沒有這個性質 沒有 但是有一些事情 你要稍微知道一下 顏色 國中叫鹽類 幾乎都是白色的 白色不用背 背不是白色就好 顏色 顏色 正通 國中課本現在已經沒有有牛酸醃 但是還是有 顏色 黃顏色 黃顏色 黃色 好 跟他們講 兩個講說 不是頏暗形 簡化 跟他講錯話 簡化形 這兩個是以前教過的 牛三桶 柳水 南桶交為乳水 牛三桶 你看到 游三桶 還有誰啊 玉化 雅菇 都是來檢驗水 有水力亂雅菇跟無水力亂雅菇 顏色配好 有水什麼顏色 沒有水什麼顏色 其他名字都說白色 我們都說白的 OK 好 點話簽 黃顏省 有水力亂雅菇 無水力亂雅菇 有水的爛桶 無水有三種 OK 再來 融解錄 我們有學好多都可融 但有一些不可融 誰不可融 點話簽 不可融 我們做實驗的鐵話簽 沉澱 然後沉澱 綠化銀的沉澱現在也不太焦了 下面一個重點 是我以前提示過你的重點 鹹土族的碳酸鹽或硫酸鹽會沉澱 什麼鹹土族 皮鎂蓋 所以呢 碳酸鈣 碳酸鈺 碳酸被 硫酸鎂 硫酸鈺 硫酸被 會沉澱 這是一個重點 要記住 OK 三點戲 我們國中沒有交融與水層酸性的鹽類 只有融與水中性 綠化鈉 融與水鹼性 碳酸鈉 碳酸 氫鈉 我們只有交融與水層鹼性跟融與水層中性的鹽類 國中課題裡面沒有融與水層酸的鹽類 就是我們講鹽類的性質 OK嗎 OK OK